欢迎来到卡纳克神庙 可以说是埃及最大的一个神庙 是的 你们有没有玩过古墓丽影寺 或者说看过木乃伊归来呢 如果有的话 或许会对这个地方有些许的印象 我现在是不是很像劳拉 劳拉 就是那种叫什么 也不是特别像 你这个辫子挺像的 辫子像 这个地方呢 就是埃及新王国时期 最巅峰的见证 是的 最开始我知道卡纳克神庙的时候 在我的想象里 它应该只是一个庙 但后来我发现它是庙群 也就是说它里面有 是一整个群啊 对 有各种的什么圣所呀 然后放肩碑呀 是各种的建筑群的一个集合 它有一整个朋友圈的 好多法老都在这建的 对 建了个群 对 就是那种家族墓 就这种感觉 这里好多 不是羊头 这不是斯芬克斯 其实羊头的 羊芬克斯 你好冷哦 而且这个卡纳克神庙 好像总共占地是两平方公里的 好大呀 真的很大了 问你们记者一个问题 等于多少个足球场 你们不老这么比喻吗 不懂 我不提足球 不懂 而且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Hello 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新王国时期 这个最鼎盛的时期 是大概埃及的第十八到第二十个王朝 也就是公元前1550年到1077年左右 Hello 所以这个神庙实际上 它是从中王国时期就开始建了 也就是还没鼎盛的时候 就开始建 一直渐渐建 但主要是在新王朝的时候 真正建起来的 因为那时候最有钱吧 可能最牛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鼎盛的时候 所以建的也最多 据说这个里面凝聚了三十多位法老的心血 三十多位 建了又建 修补的修补 反正就是做什么的都有 三十多位都为这个庙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直到最后一个王朝 他还在建 所以他囊括了 一直到最后啊 最后的最后 天哪 最后的最后 你还会为我建神庙吗 这是已经进到第一塔门里面 这就是那三个小庙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是三个小庙 这三个小庙是给你看中间的那个啊 中间那是阿蒙的 是他们的一个巨神 就是这个 阿蒙是个很牛逼的神 等会我们给你们介绍 然后左边那个呢 是他老婆的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最左边的这个 他老婆叫穆特 他老婆叫穆特 右边呢 是他儿子的 他儿子叫孔子 孔苏 孔苏 孔苏父子 孔苏父子 对 所以中间最大的 就是给阿蒙神的 是 歌仨好 不对 歌仨 什么 什么玩意儿 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说有三十多个法老都出力了 哇 你看这柱子 多高 你就只有这种贫乏的词汇 他的确很高吗 就是那种 咱们进去看看 没有 你就是那种柱子 多高 很高 很高 这个东西 真美 真美 从小没有学好诗词歌赋的人 就这样 这是木特的 好幽静啊 这里 也是有点壁画的 但是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 那些风华千年的壁画 你看 我可以在这 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 你可以在这 思考一下你自己的错误 为什么我就是错误 你就是人生 因为 I don't make mistakes 你看这些 这些木特的壁画 其实和之前法老的壁画很相似 因为其实在他们法老的眼里 神的地位 是比他们自己 要高的 因为是神明在帮助他们 在保佑他们 所以他们 要觉得比神还高的话 又乱课乱画 看看这个 谁又乱课乱画 还什么Doctor Bro 还Doctor 还乱课乱画 真是没文化 从他老婆的庙里出来 我们可以进 阿蒙的庙 已经被大家霸占了 好多人 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凑凑热闹吧 这全是国王的名字 因为用圈圈圈了起来 所有的国王都会 怎么着 希望阿蒙神可以庇护自己 因为阿蒙是最厉害的神 所以你要说最厉害的国王的话 你就要把你的名字和他联系起来 然后为什么这个阿蒙神 好像突然就牛起来了呢 为什么呢 当时呢 阿蒙神是迪比斯的地方神 你们可以理解成 当年他只是一个省会的神 但当时我们不是提过一次说 在十七王朝的时候 北边那些卖眼影的 西克索人 统治了埃及的北方 对 把埃及北方给统治了吗 是因为呢 南边这边的埃及人 打走了西克索人 所以他才阿蒙神 才从一个地方神 变成了全国城 成功上位 西北出道 你看这船 小猴子上面是 十王往生 是小猴子吗 人呢 不是小猴子了 这有 这个就是孔苏吧 对 应该是 这就是孔苏啊 这明显就是法老 在给孔苏进贡祭品 接着说接着说 刚才有点跑题了 我们从这三个小庙里出去 小庙 小庙 你看你也词穷 小庙 你能认真一下吗 我现在再要说 我刚才说到哪了 这个每个法老 不是都为阿蒙 不是什么样子 每个法老 你先组织组织 语言 这里有个toilet 指着 哇 好宏伟的toilet 我们可以在几千年的 这个地方上toilet 几千年的toilet 好好好 我接着说 你打断我第三次了 我刚才说到 每个法老都要为神庙出一份力 大家都愿意把各种祭品 金银财宝 五的往这里面搁 然后他们就这么搁着搁着 就发现自个儿又都想 这就太满了 你看所有法老都想往这儿蹭一蹭 可是他们想往这儿放 都想要自己的长廊和小庙 都蹭热度你看 不是 这地方主要其实并不是法老宣传军威的地方 不像卢克索神庙 很大一部分程度是为了巩固人民对法老威信的信任 这个地方是为了真的是为了祭拜阿蒙神 我刚才讲到的主要是拜神的地方 也就是阿蒙神 我们刚才说的 木特神 他老婆 还有他儿子 基本上就都在这里了 这里有好多做奥西里斯姿势的法老 木乃伊形态 也是奥西里斯形态 所有法老死了之后都要用这个姿势来下葬 每个法老建自己的圣堂的时候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他们的建筑的顺序 基本上都是先有一个门厅 就跟我们先有客厅 中间再过一个多住厅 在罪道里面是放圣传的地方 这是传统不能打破的 这个新王国时代的很多法老 都叫阿蒙hotep 阿蒙hotep1234世 阿蒙hotep是什么意思呢 阿蒙就是阿蒙神 hotep就是满意的意思 阿蒙hotep的意思呢 就是阿蒙对我很满意 阿蒙真的很严格 但是他对我很满意 所以我就是法老 然后这个阿蒙神 他地位高到什么程度了呢 他后来和拉神 也就是我们说的 埃及最初的太阳神 主神 大神 大boss 他们俩合体了 合体了 数码宝贝合体进化 阿蒙拉 真的就叫这个 就叫阿蒙拉是吗 跟拉神合体了 叫阿蒙拉 天哪 阿蒙拉 对 就叫阿蒙拉 你仔细看 现在这个多住大厅的顶端 有很多都是有颜色的 这个就是多住大厅 对啊 你都走到这么多住里面 然后问我 这个巨住厅呢 占地5000平方米 有134根巨住 有多少个足球场 我 好几竹 其中呢 有122根 都有10米高 有多少根 120多根 122根 一共134根 对 其中还有12根 像这么高的 你看这个都是更高的 你看这个都是10米高的 侧柱 你看这个主干道上的 在主干道上的巨住 你看这个的高度 它有21米高 也就是说在这个中轴线 你看我用词 再看你用词 主干道 有什么区别吗 中轴线上这个 是不是就是最高的这几根 对 134件 122等于12 还有直径3米 去报一下 看能不能环报 记住啊 一根有70吨那么重 而且啊 据说这个巨住 都是由一整块大石头雕出来的 这些大石头怎么来的呢 我们之前 我知道 我知道 又是从阿斯望运 对 又是从阿斯望 往那个巨大的山体里面挖出来 我知道为什么 然后运过来 因为别的地儿都没有这么大的 只能从阿斯望运 对 只有那儿有那么大的石头 但是你说阿斯望都快到海南了 怎么运到北京呢 哇 你还这么大 你怎么运过来的呀 现在我也很难想象 等它发洪水的时候冲过来 对 有可能 一年只能运几根 你看这个神灵头上的那个圆形 红色 颜色还没掉 天啊 太好看 我特别想看看 它全都是有颜色的时候的样子 对 你看这里 可能古时候并不是像 现在的颜色这么素雅的 当时可能真的是五颜六色的 但我个人更喜欢这种素雅一点的颜色 我就喜欢五颜六色的 黑 我要五彩冰冰的黑 就跟我对着干 五彩斑蓝的黑 你看上面那个 两个柱子中间撑的那个石柱 我感觉它们也很大 哇 这个横梁 其实每个都有六十五吨重 天哪 其实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 当时我们之前讲过的左塞金字塔 都曾经因为地震快塌了 对啊 这个楞是这么稳当 而且主要问题是这都是柱子 难道在长石里不应该震一下就歪了或者倒了吗 屹立了三千五百多年 没有一个倒塌或者倾斜 太棒了 你看前面就是另外一个埃及的标志 方箭碑 怎么样 我们方箭碑留到下一集继续说